大家好 我是KyoKyo 來到今天我們會講一個新的題目 就是敬語 有關敬語的文型是怎樣用的 我們可以在今天開始溫習一下 我們首先看第一個 這裡是敬語 前面是這個 或是歌 然後還有什麼 一類二類的動詞 前面都是跟all 就是must 仍不must 跟這個this 然後第三類的動詞 就是可以跟all 或是跟go 然後再跟動詞的詞項 再加這個this 就是這個專他語的固定表達形式 我們來看看第一句的例子 當你要跟一些高級 需要尊敬的人說話的時候 你就可能需要用到這個敬語 比如 就是問部長 你這樣就要回去 這個情況 你就可能不可以跟他說 就不太禮貌 所以這個位置就要用敬語 用おかえりです 就是這樣 然後第二次我要說的就是 就是 お或是 go 加にらねる 一樣 一二類的動詞 就是前面跟お 再跟動詞的must 也不要must 後面跟にらねる 第三類動詞 前面是跟go 然後跟他的詞講 再加這個にらねる 表示你能夠must 你可以must 是專他語的固定的表達形式 是個 お或是go になる 的可能形 例如 我們看一下這裡的例子 市民特書館は 終日でも 衆生通りに ご利用 市民特書館 在假日 亦是照常開放的 就是可以利用 這樣的意思 我們今天再記憶到一個專他語 首先就是 でいらっしゃる 或者你可以說 でおいでりなり 前面全部都是跟這個 て形 包括動詞的て形 い的用詞 不要意味 じゅんく かて な的用詞 かて 或者名詞 かて 後面再跟這個 いらっしゃる 或者おいでりなる 就是 でそう 或者である でいる でくる でくる 等等的 巨型的專他語的表達方式 例如 我們常常都會聽到人說 たらかさんはどちらにすんでいらっしゃいますか? 田中先生 你住在哪裏? 即是 當你想表示你的尊敬 然後問人住在哪裏 你就可以用這個文法 或者有時候你很久沒見的朋友 不是朋友 是一些很久沒見的前輩 你就可以問他 おさしぶりです おげんきでいらっしゃいますか? 就是很久沒見了 你還好嗎? 那就可以比用 おげんきですか? 更加有禮貌 はい 那我們今天就來到這裏 這個敬語都挺複雜的 因為不明白的話 可以由台再看一次 或者上網再找多些資料去補充 因為我都覺得 敬語要花多一點時間去記 才能真正明白 雖然大家日常生活 可能未必用得很多 如果你不是在日本工作 生活接觸很多常識的時候 未必需要用敬語 但是我們學日文的時候 都要學完的 那我們明天就一起到 如果你想找三字卡 可以去我的IG 你想看日本的資訊 就去我的Facebook 如果想和我一起找文化 就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那我們明天再見 じゃあまたね Bye Bye